大家好,欢迎来到我们日更频道, 之前我在自己我们的频道的TG国都说过, 就说现在人民币方面有回差, 有很多人走水货就变了不是走货品, 就开始变了是走钱走人民币, 我今日竟然见到力报那里都出了一个这样的报道, 我们就看看力报方面怎样说。 根据力报报道,近期人民币回率持续向下, 澳门银行对人民币牌价和黑市价格出现逆转, 有不少人士在澳门换完人仔后拿回大陆兑换, 赚取其中差价。 有知情人士说, 以昨日为例,100元港元银行牌价换到85元民币, 但黑市最多只可换到83.7至84左右, 一来一回差了1元有多,差距非常大。 这位人士同时亦都说, 以往每年都有2-3次这种情况, 每次都差不多持续1个星期结束, 但今次持续3个星期, 非常罕见, 亦都带动了一批带钱党出现, 亦都连带令市面无人仔, ATM人民币经常沽青, 近期亦有不少民众反映, 又在自动挂圆机, 经常有1组排队去拿人民币的人。 江湖传民, 因为汇率价差, 澳门已出现一批带钱党, 专门在澳门换人仔后拿回大陆逃利, 其实这件事是真的, 因为我自己身边有些人都这样跟我说过, 他就说每10万, 就可以赚到800元, 这个应该是真的, 没错的了。 而他报料给我当时, 亦都说到每年大概有1个星期到10天, 有这些情况, 这一点其实都是吻合的, 因为以我自己记得, 的而且确是每年都会有个时段是这样的价格, 而今次之所以的时段比较长, 就是因为人民币的汇率现在是持续慢慢阴光阴光地跌, 所以就演变到这个情况就一直都是这样出现了。 我们继续看回历布的报道, 历布方面就说了, 有知情人士同他们表示, 他说在近期人民币大幅贬值之前, 港元对人民币的黑市价格一直都是高过银行的牌价, 以前是100元港元, 在银行只可以换到82元人民币, 现在黑市可以换到82.8-83元人民币, 他又说由于近期人民银行实施降存款利率等等一系列的措施放水, 就导致市面上的人民币变多了, 再加上美国那边又加息了, 和俄乌战争等等因素亦都令到人民币下跌, 还有就因为疫情影响, 旅客量跌了, 导致澳门人民币供过于求, 这种种因素都令到现在银行的牌价和黑市价格出现逆转。 这情况导致不少人在澳门本地的银行以这个牌价, 兑换人民币后再带回到拱北地亚商场或街市的找换店, 以黑市价换回港币或澳门币带回澳门, 才可以从中赚取到差价, 每100元就有多于1元的差额。 他们形容这个差额是非常吸引的, 还讲道, 说带银子好过你走水货, 当然海军对于每个人可以带多少钱, 多少现金都是有所管制的, 但只要是有利可逃就会有人愿意这样做。 所以现在就多了一批这样的水客带钱党出来。 上面就是历布所讲的内容, 其实就跟我的朋友跟我所讲的双叉无几, 都是有差不多利润率出现, 其实就多了人是这样带人民币出去。 如果按照水客这个逻辑, 即是说现在除了带货, 带电子产品, 变成带钱都会是一个新的选择。 但就不知这个情况可以持续得多久呢? 但如果人民币还是好像现在这样, 阴点阴点跌的话, 我相信这个情况应该都会持续到 人民币是稳定打横行为止, 这样才会无了差额。 好,那今集和大家看到这里先啦, 大家有什么想讲的话, 就记得下面留言啦, 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啦, 拜拜!